来 陆琪老师 小云 我更认为 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 应该是打磨而不是改造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 需要改造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是你选错了 因为你是一个很独裂女性 我非常的希望 你不要做出一副 我受了欺负 你很对不起我的样子 自由选择是恋爱的基础 珍惜自由选择的机会 去找一个对的人 去找一个只需要打磨 多就可以在一起的人 而不去改造人 去做一个恋人 而不是去做一个母系的恋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老师 来 严老师 我先说小云啊 其实你不用哭 我觉得你没有 你自己认为的那么痛苦 只是想要而不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看似生活 已经风平浪静了 她似乎有点浪子回头了 想要跟你好好过日子了 你并没有更高兴啊 你只不过是别人都说 哇 这个小伙子现在不错了 也关心你了 可以 适合 能够在一起 而你自己对她的感觉呢 我觉得这一刻你的心里是淡的 即便当初你认为很爱她的时候 那个也不是爱 只是浓地想要占有 这不是爱情的本来面目 我觉得你今天来到 我们这里非常好 因为可能经过这一次互相的倒白 你会更了解我心中对她的爱 到底浓度有多少 我认为很淡 小伙子 我看本子上说你31岁是吗 对 但其实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并不特别稳定 你不要说当初是因为有诱惑 所以跟别的女孩多来往了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背叛 是因为那个时候 你还心怀侥幸啊 你觉得我还有更好的笨头 我可能还有更好的女人 能够陪伴着我 经过这两年多你发现了 其实自己就那么回事 也就这个傻丫头愿意跟着你 三十而立 该成家了 所以找个她吧 但这也不是你本来的样子 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甚至没有那么喜欢她 你只是觉得在这个阶段 你能驾驭她 所以一场没有爱 而结合在一起的恋人关系 你们不过是彼此在 自我的利用这份感受而已 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啊 我们错过一场 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 这不叫错过 你不要拖着她了 放过彼此 放过自己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